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知道耶和华连续敬畏他的人 好像父亲连续他的儿女一般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患难中持守我们的指望 信心不被动摇呢? 就是不要停止聚会 疫情的期间让我们学习很多宝贵属灵的功课 其中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 原来教堂就是建筑 教会就是你跟我 我们就是那个活石 耶稣说 因坚的权势也胜不过他 也抵挡不了 除了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也需要彼此的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弟兄姐妹 我们是圣经说的 是光明之子 不在黑暗里行走 晓得上帝的作为 能用诸万的智慧来做上帝喜悦的事 几乎我们都采用各种各样的科技 能够无所不在 也无所不能 来沟通交流 这个是不可思许的 保罗和当时的信徒也一样的遭受各种各式的患难 受逼迫 被试探 引诱 要叫他们犯罪 放弃他们的信仰 这一切的攻击都是来自魔鬼 从人那里还有世界 来让他们的信心软弱 就是要他们灰心 不要他们传福音 宣扬上帝应许给人的指望 保罗处处在圣经里面都不断的去勉励 当时教会 要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 不要放弃 继续的信靠他们又真又活的那位主 弟兄姐妹 目前这个疫情的期间 真的是带给我们生活很多的挑战 有一些人已经快维持不下去了 处处都会听到消极的话 是否我们当中 有些人会经常的忧虑 荣誉 胆缺 活在恐惧里 当然这些感觉是会有的 但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有真理在里头 我们就不容易被这些来影响 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告诉我们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不要谨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孔教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经常忧虑 胆缺 还有恐惧 就很容易被魔鬼吞吃 因为他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 因此你们更加的要谨守 警醒 要常常喜乐 不看环境 凡事谢恩 借着上帝的话语来更新 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 好叫我们能够不被这些东西来影响 静这几个星期 不同的讲言都在同样的课题来提醒我们 要信靠上帝 要遵守祂的话语 不要轻易的放弃 要兼顾我们的信心 就在上几个星期 海山传道有分享 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传长 祂与我们同在 陪伴我们一起度过 生命的风浪 我们一定会平安的到对岸 记得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是在这个世界 这里乃是一个转战 是暂时的 生命的风浪 种种的患难 是要来考验我们 让我们不轻易的放弃 我们所有的这个指望 因为这个指望 还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奖赏 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基业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这样的说 所以你们不可丢去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识 你们必须忍耐 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辞言 最后再提多书二章十三节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极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主再来的盼望 祂荣耀彰显的指望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在患难中 继续地持守我们的这个指望 跟我们的信仰 信心不置而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使的 愿上帝赐福祂的话语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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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